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谣传说录音室是很阴的地方 时常听到有明星录音室遇到灵异事件 就连米上瘾自己录音室也遇到过怪事 录音室为了气氛通常都会关灯 米上瘾曾经录到一半时听到怪声 甚至有次反门还自己打开 不过这也许只是自己在吓自己心理作用而已吧 今天要讲的录音室灵异故事 是三名知名艺人在录音室撞鬼的亲身经历 其中一位是韩国知名女星 之前才在砍城红毯被白幕网红撞废 关于录音撞鬼这件事 台湾跟韩国都有同一个传说 就是说如果制作歌曲时发生灵异事件 那这张专辑就会大卖 不过米上瘾遇到怎么没点阅爆红 还是因为不够恐怖 被称为国民妹妹的李志恩 她表示当时正在录制主打歌时 就一直感觉怪怪的 连录音室外的人也不太对劲 但就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后来当她录到主打歌 你和我这首歌时 因为歌曲要怎么唱比较适合 跟作曲家李米署有点意见不合 这名作曲家也是创作她的歌曲 唠叨跟美好的一天的作曲家 当他们俩起了冲突后 作曲家就酸说 不然你来写吧 而她听到当下 有点不舒服 也会说 不然你来唱啊 搞到后来作曲家生气 就直接离开录音室 这让她有点难过 烦恼录音该怎么办 最后无奈的她 也只好跟录音室的其他人 打招呼说 她明天再来录吧 就在这时 录音室突然跟她说 这件事 不管谁对谁错 但作曲家 年纪都这么大了 这样做不太好吧 在录音室 说教的当下 虽然她没有正眼直视 但感觉得到 旁边站着经纪人 在那一边听 一边点头 这让她心里有点苦闷 因为经纪人 怎么没挺她 之后经纪人还劝说 明天要道歉 说完后 经纪人表示 我们就先回去吧 当她也答应接受后 正准备要离开时 经纪人 却突然单独一个人 走进录音室里 这让她整个傻眼 觉得是在开玩笑吗 不是不录 要回去了 该不会是还有其他人在录 感到疑惑的她 只好跟在经纪人后面 也跟着进入录音室 结果她却发现 里面没有半个人 感到诡异的她 立刻走出录音室 问在外面的录音室 经纪人 刚刚有在这吗 没想到 录音室说 什么 你怎么了 她就解释说 经纪人 刚仍在这 后来走进录音室后 不见了 现在 不知道在哪 结果 录音室说 没有啊 从头到尾 这里 都一直只有我们两个人而已 你在说什么啊 当她一天到只有两人 吓得她 惊呼说 经纪人 刚才 不是都一直在旁边 但录音室 还是说没有 这让她 感到不可思议 之后 她就跑到外面 询问其他人 结果 这时就看到 经纪人 从完全不同的方向 走过来 后来 她跟所有人 说刚刚发生的事 但都没人相信 虽然这件事 让她感到诡异 但韩国传说 录音室撞鬼 歌曲 就会大红大卖 所以 她就把这件怪事 往好的方向想 不再去胡思乱想 在她们准备第一张专辑时 她们都还是学生 白天不是读书 就是打工 所以团圆 有空录音的时间 通常都是在晚上 那天 玛莎跟冠佑 在录第一张专辑中的 嘿 我要走了 这首歌时 玛莎 人在录音室里面 合唱某个音 但合了很久 都唱不顺 让人在玻璃窗外的冠佑 有点生气 就对玛莎说 这个不行 要再重来一次 结果 当冠佑一讲完 玛莎 就从耳机听到 一阵 诡异笑声 她心想 应该是冠佑发出的声音 就抬头 看玻璃窗外的冠佑 结果 只看到冠佑 一脸严肃地 盯着电脑一幕 而且 她还发现 对话键 没亮起 这时 她才进去有意 不过 这件事 她是到了隔天 才跟冠佑讲 玛莎当下 是跟冠佑讲说 她想要先休息一下 就走出录音室 冠佑想说 休息一下 她就拿起报纸 准备要看 结果 眼角余光 突然看到 有个白影 从玻璃窗 飘过去 还有另外一次 当玛莎 在录制 字幕与春娇 这首歌时 为了省电 所以只开展 小灯录音 结果 当她 弹吉他 弹到一半时 突然发现 玻璃窗外 趴着一个怪人 还两眼 瞪着她看 不过 一瞬间 就消失不见了 五月天的 其他人也表示 录音室 常会遇到怪事 曾有一次 录到一半时 听到 有脚步 跳跃的声音 但是 出去外面看 却没看到 任何人 章鱼表示 从以前 就常听说 录音室 发生怪事 但自己 却从没 亲身经历过 直到 某次遇到后 才让她 感到 不可思议 事发那天 是冬天 寒流来袭的夜晚 她跟唱片公司的人 跑到 桃园机场 接送一名 从美国返台 要录音的歌手 在现场 等了一段时间后 大家都有点疲倦时 歌手终于来了 章鱼本以为 对方不太会中文 但在寒暄聊了一下后发现 对方中文 十分标准 这也让她 放下心来 本来担心 如果中文不好 会影响到 录音过程 之后 他们回到录音室 时间 已经是 半夜十二点了 这时 章鱼看到 录音室旁的 燕灰缸 堆满了 许多燕地 心想 录音室 也是等了很久吧 就跟录音室 说了声抱歉 然后坐在旁边 监听录音 而这时 歌手 走进录音室里面 随手关了灯 准备开始录 录音室 章鱼跟里面的歌手 只能靠麦克风沟通 一开始 一切都很正常顺利 在短短十分钟 就录好一首歌 这让本来担心歌手 会因为长途飞行 而身体疲惫 搞到很晚的章鱼 有点开心 但这时 他突然想到 刚才录音室 歌手都只单方面 接受意见 完全没表达 自己的想法 所以 章鱼就想说 叫歌手 出来听听 刚才录好的 看会不会 有什么不同想法 结果 当录音室 用麦克风 请歌手出来时 对方 完全没回应 在叫了很多次后 还听到 一丝丝奇怪声响 这怪声 让章鱼 瞬间整个背脊发凉 立刻就跑去打开 录音室的门 让他一打开 里面的电灯 没想到 却看到 歌手 坐在椅子上 打瞌睡 甚至 还发出打呼声 这时 章鱼就去 咬醒歌手 问他 怎么了 歌手醒来后 先说声抱歉 然后表示 自己太累了 所以刚才 一坐到椅子上 就忍不住 睡着了 章鱼一听 感到疑惑 就问歌手 是一清录音室 就睡了吗 歌手说 对啊 怎么了 当章鱼 意识到怪事发生 就急忙检查麦克风 发现 果然是关闭的 他心想 总算 是让他遇到了 虽然 大有恐惧 但 却有点兴奋 之后 他离开录音室 跑去播放 刚录好的带子 当 带子 播放时 只听到 一连串 模糊 不成调的音乐 这让旁边 不知情的录音室 胆仅向章鱼说抱歉 可能是他刚才录音室 发生错误 而事发主因 只有章鱼 自己明白 是真的 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今天就介绍三个 比较诡异的 其实录音室 还有许多灵异事件 如果大家 还很想听 可以在留言 跟迷上瘾讲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看完 如果喜欢 觉得不错 再帮迷上瘾 按个赞 分享给朋友 还没订阅的新朋友 在离开前 也别忘了订阅 跟打开小铃铛 祝各位 今晚 有个好梦 晚安